這裡有一個網址,就是我有把SYOM3D做了比較多的整理 你可以從OneNote的右手邊 你有看到這裡,有沒有3D設計跟你講的不一樣 你把它點過去 你也可以從我的部落格 也可以找到 如果你進到我的部落格之後,在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也有 因為SYOM3D其實是我蠻喜歡的一個 免費軟體 所以我把它整理的比較好一點 也就是說你從這個 Google的寫作平台上面 它只要有新的功能 那我都會寫一篇文章 介紹一下 像最近是更新到6.3 好,我就稍微介紹有哪些新功能 那麼各位呢,你軟體的部分也可以從這裡下載 在首頁這邊 我有做一個簡單介紹 往下走,有沒有一個 免安裝的加強版 就是我們現在上課用這個版本 好,我也有放在這邊 所以你從這邊也可以 那麼針對呢 使用SYOM3D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或者一些技巧 我也都把它整理好了 所以早知道就不用來上課了嘛 有沒有都在上面 你可能遇到什麼問題都放在上面 那我上課的範例外掛程式怎麼用 我都有把它寫好 像這裡 這個是前一段時間 我看到的 因為現在使用SYOM3D 這個軟體 也是 法國 交通的跟情方他們 使用的那個 形式現場的軟體 你 應該有看過那個 案發現場 要標示這個有沒有 需要刀子 需要血液然後 裡面有 我有把你放進去 然後教學的範例 這裡有 另外呢 老師上課錄影片 看你要看哪一場的 自己去看 這樣了解 因為我們今天三小時其實還是有限 所以 我有比較完整的東西都放在上面 那麼另外 這些 模型的資源 像我剛剛講的 我會把它拿來做虛擬攝影本的設計 所以說 你如果想要做虛擬攝影本的設計 我們SYOM3D就可以做成像這樣子啦 你看 這個 也是SYOM3D做的 有沒有 像這樣 這樣 應該還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那麼 做 3D軟體就是 變了 相對容易很多 相對容易很多 所以 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是同學的作品 我有把它放在上面 像這個 有沒有他們做星空的 做小木屋的 做教室的 像這些你都可以看到很多 而且呢這個我都有付 同學的那個專案檔 你都可以下載下來看 這個是 先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你可以在這邊找到很多的資源 好這樣你在學習這個 SYOM3D的時候就會更加方便 謝謝 謝謝 小木層